歡迎收看大師大外小平 今天是4月11號禮拜二 今天台股最後是漲了37點 成交量終於看到2000億 這個盤你要去特別注意一下 昨天的稻窮是漲了100多點 但是費城半導體是大漲 那整個稻窮指數在相對高點 包含科技股跟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跟費城半導體都在相對高點 但是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昨天有一些事情你要很清楚說 因為昨天美股美光漲了8% 所以今天記憶體的類股又上來了 昨天全部摔死嘛對不對 今天全部又上來了 那個什麼南亞科 華邦電威剛 今天其實我跟你講 你要追是追金豪科跟品安 結果品安今天漲停板 結果金豪科 創不斷新高 不知道你買不滿意啦 因為我是跟你講 你不要去 你真的要買的話 不要去買華王鏈 不要去買那個 就買個品安 漲停板啦 因為品安配兩塊多才三十幾塊 那你威剛配兩塊也七八十塊 八十幾塊 那這十全還配一塊而已 所以你要搞清楚 什麼股票可以買 你硬要買的話要買什麼 你像我今天指數是開梯走高 我今天是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就沒有動作 不要騙人 那我歡迎你跟著我一起來賺錢 那你如果要跟著我們 你要持股診斷的話 或是什麼 你可能要填一下表單 表單上面會請你寫一下你的姓名 電話 比如說你要問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在上面寫 那有空的話我會回應你啦 那 如果說你只是說 老師我參考一下 你像 早上八點半我們有一個預測嘛 那 像 早上這樣騎或開梯走高這樣上來 其實 你沒有賺個100點 賺個120點吧 那等到高點出現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不要追了嘛 不要追了嘛 你今天拉到15963吧 我就跟你講15950 就不要追了 你可能要反向操作 所以 很多東西就是 你可以賺錢 你不想賺 我不要勉強你 你不想賺我不要勉強你 因為有些人他是 看節目啦 現在網路上面節目很多 就是看過就好 就參考一下 反正你也可以比較嘛 我沒有差 我沒有差 今天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今天的狀況 今天是開梯走高 所有股票都上來了 去化解台積電 第一季很爛 我不管你怎麼對台積電的看法 你也許你認為怎麼樣怎麼樣 我只提醒你 一句 忠告 一家市值14兆台幣的大公司 14兆 佔台股全中大概15% 一家市值這麼大的公司 居然對自己的Q1的猜測抓不準 你金元片投產喔 不是說你現在下訂馬上明天產線就可以排上 都不是喔 那金元廠你要測試的話 要排到那個製造製程 你都要前幾個月半年前 甚至有的一年前就要下單了 照理說你那個估計一定是估得很準 他居然第一季沒有辦法抓到那個 連自己估的低標都打不到 到底這家公司的管理階層出了什麼問題 這是我必須的提醒你的 你到底在做什麼啦 你懂為什麼 裡面會計人員 多少人 居然 連個 財務預測 自己講法說會 財務預測的低標都 都打不到 這家公司市值是14兆 14兆 居然打不到 所以 我沒有意見啦 你覺得好就去好 那今天進漲金融股跟高價 高價電子股 還有一些電力供應股 像那個華晨 那個中興電 那我只提醒你 那夏天到了大家缺電是確定的啦 昨天台中聽說大停電 那缺電之後是缺水喔 不要忘記了還有一個缺水 那外資今天的動向不是很明確啦 因為外資應該賣了滿多的台積電 那到底有沒有翻多台股 那你就要看清楚 因為今天台幣是 貶值 那我們比較注意的是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美國是要公佈上個月的CPI 那不管公告怎麼樣啦 因為 4月份他本身聯準會不開會啦 但是他會順道公佈 上個月他開會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我們主要關心的是會議紀錄 這邊沒沒忘記打 主要是 聯準會的會議紀錄 那 昨天連 昨天蘋果下跌 他去公告 蘋果自己公告 自己的蘋果電腦 銷售衰退 40% 聽說平板也賣得很爛 那你就要特別小心喔 蘋果這家公司 他賣NB 雖然占全世界產量不到10% 聽說是8%多而已 好 那他衰退了40% 你覺得這個幫他代工的 那些人會好嗎 你要想這個問題 然後他還說這些存貨 可能到今年年底都還要有待消化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其他我就不多講 因為該講我講這樣就好了 因為 今天大盤漲 大部分的投資人會希望我們講好的東西 今天就滑城 滑城衝出去 那滑城衝出去 可是中芯店爆大量 也是創新高爆大量 那比較有看頭是金像店 金像店這兩天要除息喔 那還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那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這一波拉上來創新高 但是在這邊的時候 頭信 外資全部砍在低點 結果全部被收走拉上去喔 所以 金像店還蠻厲害的 另外這個傳產類股的話 我今天看到一檔股票中工這蠻厲害的 今天出現一個這樣的K線 所以 傳產股可能 有一波喔 可能有行情喔 所以你不要說 眼睛裡面都只有 都只有電子股 都只有那個什麼什麼電機類股 就是華晨啊 大雅那些 不要都只有那些喔 我只告訴你 你要看喔 這個 然後今天比較弱勢的股票就是像 那個利端 利端這個 聽說營收不好啦 但是我是覺得也還好就是 小衰退而已嘛 結果今天就打下來變 變一個 變一個M頭啦 那大田也是喔 大田這個營收也是不是很好 就是他這樣跳下來就是兩個月的 最近兩個月買的全部都套勞 可是他配十幾塊喔 他配十幾塊喔 所以殖利率也快10% 殖利率快10% 他如果 跌下來破前低 殖利率來繞個12-13%的時候你就可以考慮啊 我是這樣覺得啊 不是說他跌我們就講他壞話喔 那另外那個捷訊 捷訊這個是營收衰退 營收衰退 那你說 老師 他是屬於航運股裡面那個貨櫃承攬 那我跟你講喔 你現在看到都是說什麼長榮啊 什麼什麼月營收有增加或什麼 我是想要跟你講的是 因為他月營收增加是因為 貨櫃的那個油價的那個附加費 因為那個油價最近他大漲 所以他是附加費加上去 所以你不要搞錯 沒貨櫃還是沒貨櫃啦 那這兩天你要鎖定的是 小型的IC設計股啦 那比如說 比如說 忘九又上來 老師很久沒講忘九了 老師 老師延通 延通間漲停板 那所以我跟你講 你明天開始你要去鎖定IC設計股 尤其是 小的 低價的 因為有些人他 對這個沒興趣 他總是原理永遠都是看什麼 力旺啦 翔碩啦 普瑞啦 不然就是那個 就是他就是看高價的 看四星KY 我說你都看那個沒關係嘛 但是其實真的可以讓你 賺到很多錢的 可能就不是那些 可能就不是那些 我不知道你聽了我聽不懂 那昨天我們買的是前頂 這家公司應該準備要上去了 他這個 他這個股票 長線是這樣啦 你把他看周線你就知道 把周線打出來看你就知道 這個是六個月的大底 六個月的大底 他現在就是等一個長紅做突破 我切的是周線 他現在等一個長紅做突破 所以 我先不要跟你講為什麼啦 反正到時候你就知道 那 全新今天創新高啦 那昨天外資買了一千多張 頭信也買一千多張 這是我們之前買的 上禮拜五買的 買了掉下來 被笑 被笑我就被笑 反正今天 全新創新高壓回嘛 那今天換 洪捷科上去 今天洪捷科創新高 今天洪捷科創新高 這把他切字線來 洪捷科創新高 所以這個PA這個產業 應該還蠻有機會的 那回到我一開始跟你講就是 之前大家現在都是講缺電嘛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接下來 一定是缺水 缺水可不是鬧著玩的喔 你現在看所有的新聞 大家跟你粉絲太平嘛對不對 就像大家都在討論說 這是到昨天啊那個 大陸的軍演結束 其實那個不是環台軍演 那個叫鎖台軍演 你搞錯了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我們也很難講 我們當然是不需要打仗 就像說 我想跟著阿賢老師來 可是 可不可以讓我試一下 那你記得 把這個表先填一填 這個QR Code刷好之後 把你的姓名電話 你要有資料 我們才能幫你帶嘛 你沒有資料 我們怎麼幫你帶呢 對不對 就像你要問股票 你要留你的資料 我才知道你是誰嘛 對不對 打過去才知道問誰啊 找誰啊 那這個部分的話 希望你跟著一起來 那指數的部分的話 來到這邊是相對的高檔 建議你保守 保守看待 保守看待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